我们今天在开始查经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又再次的召聚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当中有认识你的,又不认识你的 主啊,又在不同的这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 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因着同样的呼召来到你面前 主,我晓得你呼召我们不仅是 刚才有广告啊,我们继续 我们知道我们是受着同一个呼召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也晓得你给我们的呼召是要我们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主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 也求你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理,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亲自对我们发出的跟随你的这个呼召 让我们晓得要如何的跟随你 主要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说话 让我们也不仅仅是听道,更是行道 求你今晚继续的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保卫的圣灵求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学的内容是 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四到第三十八节 我给它起的标题叫做耶稣基督的邀请 我们在还是查经之前先一起的把这段经文读一下 这样我呢读双数节 基督姐妹包括在线上的可以一起来读这个单数节 大家可以愿意的话就amute一下 我们一起基督姐妹一起读单数节 所以从我先开始 双数节三十四节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 这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最后一部分 这段经文虽然很短 但是这段经文的内容是 我们晚上查经肯定是不可能展开讲完的 因为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里面 涉及到了背十字架的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从成立里来 我们有一个主日的这个讲道系列这个石架窄录系列 已经讲了二十多讲 还没有讲完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讲完 所以背十字架的这个这个这个大的这个话题 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讲不能讲完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大的这个原则 以及主在类似的这个不同的经文 给我们一样的这个教导 我们可以一起的再串联一边 再复习一边 而且我们也应该晓得 我们需要 重新的 再阅读一下 再思索一下 我们已经知道的 已经熟悉的一些经文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面 谬误也是在一再不停的被重复 所以真理也需要一再不停的被重复 今天的这节经文呢 麦克阿瑟姆是称它为是 马可福音这个的钻石和瑰宝 就是说如果把马可福音这整本书 比成一个首饰的这个话 这几节经文就是首饰上面最闪亮的这个宝石 而其他的这个经文是当欠这个宝石的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段经文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主邀请罪人来到他面前的这个教导 我们说福音的终极目的是荣耀神 而荣耀神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耶稣让罪人在神面前得以得救赎 所以耶稣邀请罪人来到他面前 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因为他开始显明达成福音的这个终极目的的 唯一的方式 就是要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 我们在教会里面待过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 会对这个福音的邀请是很熟悉的 一般的这个牧师的讲道啊 或者是永不道有在 或者是宣调大会 福音大会 类似这种讲道的时候 末了总是会发出类似的邀请 邀请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这些邀请虽然也是邀请人来到主面前 但是呢 邀请的模式跟主自己的邀请 大多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点就是 主的邀请一开始就以背十字架为开始 而人的邀请呢 往往是以和平喜乐得蒙祝福呀 这些东西来开始 但是如果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话呢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主耶稣的这个邀请 才是最标准的那个邀请模担 不仅传道人需要理解这个邀请模担 而且所有的信徒都需要了解这个模担 因为我们都有为基督做见证 做传福音的这个传道者 向罪人宣讲 而且邀请他们得救的这个责任 所以它对我们来说 是圣经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样个邀请的核心呢 就像大家刚才读到的一样 它就是丢掉生命的才能得到生命 而耶稣也不是突兀的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实际上在新约当中 不同的地方被重复过许多次 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和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是这一段经文的平行经文 因为这个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再读一下 我把它放在屏幕上 大家看一下 这个经文基本上是一致 还有在其他地方记载的 跟这些类似的这个教导 比如说 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三十二节 到三十八节 这段 我给大家读一下 凡是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们不要想我是来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这个门徒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平行经文 后面呢 五十七到六十二节 耶稣还说 如果你想跟随我 但是你有比跟随我 这个其他这个疫情更重要的事情 那你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 经文里面还有一个人说 耶稣我想跟着你 但是我需要回家继承我的遗产 我必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我想跟着你 但是我得去先去搞 搞定我家里的一些事情 我要确保跟着你 说要有一些钱 耶稣对这些人的回复是 守抚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耶稣说的是不要那样做 不要一边回着头 看着自己过往最终的生命 一边想要跟随我 这样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耶稣总是在强调 要跟随他 这个事情是有很重的代价要付的 在 路加福音 在这个路加福音 这段经文我没有打到这个 这个 这个标题上 路加福音12章 这个51到53节 跟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差不多 就是我来是叫地上 不是为了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人去纷争 这个地方再次的强调 就是你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 你付出了相关的这个代价 你不得不把以前 你看为重的那些 你的家庭关系 什么的东西 放到第二的位置 然后在路加福音13章的时候 门徒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因为他们看着跟着耶稣的 好像没有多少个人 然后耶稣在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展的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3章的 第23到24节 在这里耶稣提到说 进入天国的门是不容易的 否则也不需要去努力进入 好我们刚才读了这许多的这个经文 在这些经文里面 其实都在强调 跟今天要查的这个经文当中 有一个很一样的意思 就是进入天国的代价 而且这个代价在耶稣看来非常的大 而且他总是强调 不要忘了进入天国 有这样的一个代价 而刚才在读到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 说进入天国是要努力的 是不容易的 我们不是经常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吗 那这个努力从何谈起 要努力的就是 对于要付出代价这件事情 我们也经常说这个付出代价 就是要背十字架这件事情 背十字架是需要努力的一件事情 不是一件荣蔽的事情 你必须要舍掉 自己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你的人际关系 物质财富 还是你的个人追求 不管是物质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天国对人 果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是罪的这个世界 一样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且罪的世界的这个诱惑 是现在立刻就可以给你 而天国是未来的应许 所以你要抛却眼前所有的 而要等候将来的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这个呢 就是耶稣在经文里面 反复所提到的 跟随他的这个代价 人好比就好像是一个杯子 生来就装满了脏水污水 而且这个世界还在继续的 往里装更多的污水 现在如果你想说 我把这杯子里的水 想要换成纯净水 那第一步就是要把 杯子里的污水 全部都倒掉才可以 但是对那个杯子来说 那个污水 那些污水 就是他有了全部啊 他就只有那些污水 他是污水 但他好歹也是个水啊 你要让他完全倒光 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基督徒自己 也是要在圣灵的这个帮助下 才能做到这一点 要凭人自己是不可能的 那同样是在这个比喻里面 沉净水的确是白白来的 本来人就是要在 污秽的这个世界中 受死去这个受审判的 但是人做不了任何的事情 可以让自己配得在审判 做前以一杯纯净水 这个形象可以出现 但是神就是给了人 这样一条恩典的道理 但是代价呢 就是你要倒空 你自己原来的那杯污水 而这样的这个代价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 你自己的生命 在约翰福音12章25节 PPT的第二部分的经文里面说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个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保守生命 到永生 所以来到耶稣面前 并不容易 来到他面前的代价是极大的 但是赏赐是更大的 而且这个代价和赏赐 之间的关系 就好比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在圣经当中 反复重复的这个原则 就是丢掉生命的 才能得到生命 降低了的才能升高 这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圣经当中 反合性的这个原则 因为这个道理在我们 而这个道理之所以在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经文里面 会反复的这个重复 是因为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是圣经里面 最反直觉 最反常识的一个道理之一 其他的道理 好比这个 预定问和自由意志 三位一体 超越时间的救赎等等 他也很难理解 但是这个丢掉就得到 输了才能赢 这个道理 是最让人困惑 很难以理解的 他是如此的反直觉 以至于哪怕我们自己 凭信心接受了这个道理 但如果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时常的被提醒的话 我们很多的本能反应 还是会忘记这个道理 比如我们在邀请人 信主的时候 经常也是从地上的 好处开始说起 然后避免谈代价 或者最后补一句 对了 你还得背十字架 才能承受这一节 所以 那今天我们看 在这一节里面 耶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如何邀请人 我们也可以一起思考 主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 去邀请人 我们之后邀请人 来到主面前 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 回到经文 仔细先看一下 今天要学的经文 今天的这个 第一节的这个经文 是34节 于是叫门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其他持下来 这个是开篇讲明原则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一教导发生的这个语境 在之前学到的经文当中 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 说了一句话 说你是弥赛亚 是基督 这个完整的这个陈述 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门徒此刻知道了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神 是应许的这个弥赛亚 这是在跟门徒 跟随了耶稣两年之后 两年间 他们所见到的 所有的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们听到的所有的这些教导 跟耶稣一直这两年 二十小时 一星期七天 一直生活在一起的结果 他们现在知道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了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启示 被揭示 一个很伟大 而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们也讲到 门徒此刻 虽然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但是并没有理解 弥赛亚真正的使命 他们认为 弥赛亚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王国 要拯救以色列 要让以色列的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让所有的国家都在以色列之下 他们相信亚伯拉罕 在当年领受的应许 就是要这样的方式在地上实现 所以此刻 当彼得说出 我相信你是基督 你是弥赛亚的时候 这个时刻是他们认为的 从亚伯拉罕开始到现在 在这么多年的等待 应许终于要应验的时候 他们也为了这个应许的应验 跟随了耶稣两年多的时间 现在好像是终于到了要结果的时候 所以他们是欣喜若狂的 所以当耶稣说 人子要受许多苦 被长老祭司和文事长弃绝 并且被杀三千复活 这句话之后 在上一周我们所学到 门徒的反应很震惊 这个跟他们想象的预言应验 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彼得代表他们说 不不不 你肯定不是这样 事情不会这样 肯定不会发现出 那个样子 然后耶稣就斥责彼得说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心中想的那个利益 是个人的利益 不是上帝的这个利益 人只对荣耀感兴趣 只对这个祝福感兴趣 但是要领受这样的这个祝福 神要人先倒空自己 就是在十字架上舍己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天国 就好比没有赎罪祭 就不会有祝福一样 所以在三十四节的经文里面 耶稣说的是 不光我会被钉十字架 你们这些人要想要跟从我 你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十字架 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 这个就是耶稣对周围所有人的一个公开的邀请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而在第一节开篇讲的原则之后呢 这几节经文里面讲了耶稣对于这样的一个邀请 或者是神对于这样的一个邀请 对于回应这个邀请的人 他的三个期待 或者说要回应这个邀请的人 要做到以下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舍己 舍己的这个英文翻译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认自己 在希腊文原文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 这个是来到耶稣面前的开始 就是舍己 他的意思是 我不再想要依靠我这个人 我意识到我的罪恶 我意识到我这个人赚不到救恩 我知道我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 我本当备受咒诅 我也放弃了自己试图自证公义的这个努力 我放弃了所有一切这些主宰 主宰着犹太教和世界上其他一切宗教体系的这种行为正义的体系 就是让你相信你自己可以足够好 让上帝接受你 我放弃了这些所有的自我努力 放弃了我自己的自信 放弃了我的任性 放弃了我自己的报复 我的议程 我所有的计划都丢掉了 我们还记得 彼得后来曾经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耶稣 这个是罪人说的话 而与之相反的 得救之人会说的话 是我不认识我自己这个人 我不再想要认识 我原来的我这个自己了 我不再想要认识 原来这个堕落的有罪的自私的灵魂 不想跟这个灵魂再有任何的关系了 所以当带着这样的心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你就否认了你自己 你就舍己 约翰甚至说 你讨厌你自己 你看到你自己所有的这个欲望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所有的野心都包裹在你自己身上 你看到这些之后 才能有真正的转变 你当真正的厌恶那个救的自己的时候 你的新生命才可以开始 心只要看到自己的罪 丑陋 并且意识到 如果要与上帝建立任何关系的希望 必须要与那样肮脏丑陋的一个灵魂说再见 必须要放弃自己 保罗在加大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大太书的二章二十节 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 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我们说的就是说 要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你来负责我的生活 你的意愿 你的愿望 你的计划 你的目的 就是我生命里面想要的 我自己原来的意愿 愿望 我的计划和我的目的 我全部都丢弃掉 这个就是保罗说的 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 这个经文也在屏幕上 我们可以不用读 我会大家说一下 大概说一下内容 这个保罗也为他所说的 这个话做出了见证 他在那封信里面说 你们如果想要看我的宗教证书 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 推出我的证书 我第八天受了歌礼 我属于以色列民族 我还是属于变亚敏之派的 我是属于那个贵族部落当中 高贵的西伯来人当中的西伯来人 这个意味着他在任何一个意义上 都是一个传统的 有证的犹太人 而至于律法 法利赛人 律法最热心的追随者 对犹太教 对教会的迫害 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 律法当中的这些公益 等等这些东西 我都是无可指摘的 我也达到了律法上的线 我也达到了我的出身上的线 我也达到了我知识上的线 但是他说这些先前对我有益 他把这些东西都归在有益的这一栏 他说先前这些东西对我是有益的 但是现在因为基督都当做有损了 而且不仅如此 我也将万事都当做有损的了 因为我认识我主 我以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这个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做的这个见证 这是对自己完全的否认 而在这样的这个否认之后 耶稣才真正成为保罗的这个主 保罗才可以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为他将生命交给他 基督的目的就是保罗的目的 基督的意志就是保罗的意志 所以保罗才可以说这句话 我活着就是基督 那在马太福音讲到登山保训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也提到过 进入天国的人是精神上的穷人 这个精神上的穷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在精神上破产的那些人 不是那些自以为很好的人 不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 不是那些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 认为可以通过他们的良善 他们的信仰体系 他们的道德获得救赎的人 而是那些在精神上破产的人 这是一切救恩的基础 有一种非常惆怅的这种感觉 就好像路加福音18章里面讲到 在圣殿里面祈祷的两个人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税吏 税吏是那个精神上破产的人 所以他在面前 神面前的时候 他只敢低着头说 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他承认他自己一无所有 他承认他自己需要年龄 而法利塞人说的是 我需要的只是公义 因为我做的特别好 我是佩德的 耶稣说 回家得赦免 称义的是税吏 而不是那个法利塞人 而这个道理呢 也不是新约里面 才有的新的道理 在诗篇的34篇18节里面 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魂痛悔的人 诗篇的51篇的第17节 说神的寄物是破碎的灵 一颗破碎痛悔的心 上帝不会轻 上帝啊 你不会轻视的 旧约里面也反复的在提到 神在神面前看为宝贵的 是精神上的破产 而且旧约当中 许多的律法作用之一 也是为了表明我们 人的内心的悲惨状况 我们的精神的悲惨状况 律法对于圣洁的条例 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的成圣 我们需要不停的献祭 献各种各样的祭 各种各样的祭品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祭说 你献上了 你就可以得以完全 相反 律法是不停的在提醒你 你永远都无法结晶 你永远都要不停的去献这个祭 这个时候律法就是告诉人 你对你自己的误会 其实没有办法解决 你需要的是神的怜悯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期待的回应 舍己 而第二个呢 是背负十字架 门徒在当时听到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是否能理解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背钉十字架 所以当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 门徒应该只能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那个时期至少有三万个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这种方式上被处死 而且罗马人特别喜欢在 把这个钉十字架的人摆在他们的大陆前头 这个是作为一种 对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这种一种威慑 就让你看看 你要是反抗帝国 就是这个下场 所以特别喜欢把这个东西摆在路边 而且就在耶稣出生之前的时候 以色列的敌人就曾经一次把八百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还有一次是两千个犹太人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耶稣说你当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个意味着他们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害 因为那些受害者他们不得不自己把十字架拖到自己要被处决的这个地方 这就好像二战的时候 有些军队会让俘虏自己挖一个坑 然后再处决俘虏埋进去一样 这个是一种很无法形容的痛苦 而耶稣说这句话 也并不是吓唬他们 我们在这个时间轴上往后看好几十年过去 我们知道听了这些话的十二使徒们 最后真正跟随耶稣的这个十二使徒当中 除了一个人 其他他们最后都是真的都殉道了 而且相当多都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 在追随耶稣的道路上 他们的确最终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耶稣的这个邀请当中 开篇的这个背十字架 并不是一个比喻 也不是一个吓唬他们的 他们的确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而这当中最奇妙的见证 也就是耶稣一早就把这个代价告诉了他们 并且这个教导在耶稣自己被钉死了之后 变得更加的确切和清晰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使徒们仍然选择付上了这个代价 这就好像是神在对我们说 你看我给你的这个救恩 这份礼物的价值大不大 值不值得你放弃一切 以至于要放弃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十字架的启示 它本身是一种对苦难的隐喻 并不是每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圣徒都会殉道 甚至会有圣徒未尝死的滋味 以前就能进入神的国度 这个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就会讲到这段经文 但来到基督面前的这个道路一定是充满苦难的 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有强烈的敌意 因为基督徒活着 就是在对这个败坏和误会世界的谴责 跟随耶稣就意味着要与这个黑暗的世界为敌 别人在工作上要耍偷懒 耍小聪明 你不但不能耍 你还要立场鲜明的反对这种事情 那你在办公室的这些同事 多半不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合群 别人在居委会办点事 送礼拉人请走特殊通道 你本来也能这样 但是你选择不这么做 而且立场鲜明的要反对这种事情 你的邻居多半会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 甚至当面羞辱你 而且跟你关系很近的人 你的父母孩子配偶 如果不认识主 互相之间往往还会有更多的伤害 更多的不理解责备甚至怨恨 那主的救恩对你而言 有宝贵到可以让你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吗 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叙事模板 就是我按一个逻辑顺序去告诉别人 这个信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从神的这个启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叙事模板不应该是信这个东西有许多个好处 所以要信 这个模板应该是这个好处对你而言有没有足够的价值 以至于你愿意放弃一切 紧紧的抓住眼前之物 这些人是有些人是不理解永恒的这个生命的价值 有些人是理解这个价值 但是不相信耶稣可以给你 而这些人就因此被困在了这个短暂流逝的这个世界里面 基督徒就是听了这个道之后 愿意去放开一切眼前之物 而去等待永恒的那些人 但是呢 这个等待当中其实也不 也不完全是苦难 不完全是苦难 在这个彼得全书四章的12到14节 我们有打在PPT上 我给大家读一下 说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呢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同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受这样的苦 这样的这个等待到最后的时候 是极大的这个欢喜快乐 有一本书叫做福克斯训道者名录 这个书的原名特别长 它的原名叫做 在这末后危险岁月里 关乎教会的事迹与见证 这个是一个英格兰人叫 约翰福克斯 他是这个15几几年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记载了早期基督教 16世纪的这些基督教的训道者 有相当多的人 就是被罗马天主教处决的 这个基督教新教的这个训道者 在这些为荣耀基督而死的人的 这个见证里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那些训道者 所蒙受的恩典 就好像是 就像是斯蒂凡在临死前呼喊主 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一样 他们在训道的那个时刻 展现出的是对真理的坚持和满足 以及对将要与耶稣同在的平安和喜乐 没有惊惧 也没有惶恐 这是真正胜过死亡之人的样式 也是真正舍己之后 被恩典充满的这个样式 所以这是第二点 背负实价 那第三点呢 是顺服 我们不仅仅是听道的人 我们也是要行道的人 这段经文在雅各书的 这个一章22到25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权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我们不会像那些 只听到声音的人一样 在沙土上建房子 我们把房子搭在磐石之上 因为我们顺服了 马达坪第七章里面 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的生活模式就是 舍己 愿意忍受任何的痛苦 以及顺服 这是我们刚才 总结的这个三点 舍己 背十字架 也就是愿意在痛苦当中 去等待 以及顺服 耶稣的这个教导 这个有一点简单 但是呢 你想 你如果要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说再见 你就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拉起你自己的行李箱 你做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开始继续你的这个旅程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 跟自己说再见 背起你的十字架 然后跟耶稣一起走吧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但是在这个简单的 这个步骤的后面呢 是刚才我们讲难以理解的 这个 反核性的道理 这个就回到 今天经文当中的第四 下一节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说 因为谁想拯救他的生命 谁就会失去他 如果你想要 抓住这个生命 要控制这个生命 按照你的方式生活 抓住你的罪 珍惜你的罪 你可以做到 暂时拯救 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 但同时你也会永远的失去它 凡为我和福音 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 反核性的道理 只有在 但是在这里面 有一个细节 就是只有在 为了基督和福音 丧失生命 有这个待遇 为了我和福音 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待遇 世界上有许多人 为了其他崇高的理由 丧失生命的 有些人为了救别人 自己死了 这个是一种崇高的行为 但是这个不会带人上天堂 有些人在贫困地区 帮助当地的穷人 和饥饿人 提供食物 或者因为恶劣的环境 去世 这个也是一种崇高的行为 但是这不会带人上天堂 只有当是为基督和福音 放弃它的时候 你才能拯救它 这个跟舍己的道理 也是相关的 因为人在基督以外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让自己诚意 所以在36节的时候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得了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问 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吗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吗 你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好处 在地上的一生之后 陷入地域永恒的审判里面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耶稣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给了另外的一个比喻 这段比喻呢 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16到30节 这个经文大家也应该很熟悉了 我帮大家给大家读一下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然后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呢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呢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在这个比喻里面 有些人可能觉得 财主的遗憾在于 自己只顾着积攒财宝 但是没来得及享受就死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们之前讲过说 人曾经有过世界之主的荣耀地位 人被造的时候 本来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的 但是因着悖逆神 失去这个地位之后 这种缺失感 一直会在潜意识里面 主导的人各种的行动 所以按着悖逆的本性呢 这个人格外的抵挡真神 但是除了真神以外 其他的假神和偶像 败一败 总是取之若物的 而且虽然从神力的这个世界之主的位置上滑落下来 但是征服世界的这个野心仍然还在 还是想要管理全世界 还是要征服全世界 要证明自己没有神的安排 也可以成为世界的主人 但是实际上是落在了魔鬼的这个轨迹里面 实际上是在膜拜魔鬼 从之而来的是各种勘欲的陷阱 征征的这个陷阱 就是也一定都掉进去了 所以你不会看到哪一个富豪说我钱赚够了 赚够了我可以开始享受了 每一个人都是在继续的扩大自己的股仓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那个人是有十万 有一千万 还是有一百个亿 都是在一边盖着更大的房子 一边说灵魂难 你只管安逸的吃喝 直到自己突然死的那一天 这个就是不信主人的最大的错觉 就是觉得世界上所提供的东西可以让他满足 甚至为此不惜放弃自己的灵魂 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空虚感真正的来源 是与神关系的缺失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住这个缺口 所以在三十七节的时候 耶稣接着问说 那你要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呢 你世界上所有的金钱 世界上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力量 你能用它来买你的灵魂吗 你要用什么来换你的灵魂 什么东西跟你的灵魂有同等的价值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人知道你的灵魂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有价值 因为这个世界它最终会烧起来 这个世界最后会消亡 但是你的灵魂会一直存在 你的灵魂是一个永恒的东西 它跟一个暂时的东西相比 它是更有价值的 你的灵魂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价值 而且赋予它更多价值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这个赎价 这是一个无限大的赎价 所以你也因此得救的这个灵魂也附加了无限的这个价值 这个是神给的恩典 而这个就是得救之人 对耶稣邀请所给的这个三个回应 舍己 背起十字架 跟随我 但是呢 这个似非而是 或者是这个反核心的这个道理 还有最后一个点 就是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今天我们去的最后一节经文 不背着他十字 不是 三十八节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个是说 在末后的时候要有审判 贴萨罗尼加前书二章里面说 基督将带着他的圣天使在烈火中 从天上降临 这个是最终不信之人要面临的审判 所以耶稣的这个邀请 是一个非常强烈 而且严肃的邀请 因为这个邀请 他还附带着一个审判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邀请 他要你完全的放弃 要舍己 要背负十字架 要顺服 而如果你选择不这样做 是因为你想抓住你自己的生命 你以基督为耻的话 以认同他的话语 他的教导为耻的话 人子和他的父在荣耀中 和天使降临的时候 他也会以你为耻 你将与灭亡的这个世界站在一起 这是一段很有力的发言 我不确定那天 门徒还有那些在耶稣周围的人 他们是否准备听到了这段发言 因为他们并没有听到 耶稣讨论他们真正想听的内容 他们不想听说 我竟然也会死 我竟然也有背十字架 他们不想要听将来会有审判这件事情 他们想要的是救恩 是荣耀 是这个亡国地上的祝福 但是对于那些不信基督 不信福音的人来说 抓住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 等待他们的就是 只有人子和他在他的福和荣耀当中 与圣天使降临的那一天 才会有这个审判 而稍后在后面的经文 当耶稣到达耶稣上的时候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 他会更多的谈到这一点 他会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会有一个伟大的步道 在那个步道里面审判一定会到来 而且会临到每一个人 而这个就是这个邀请的这个全部内容 听着很简单 但是要用到生活当中并不简单 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已经讲了二十多奖的 这个实价在都还没有结束 而这个邀请的核心呢 就是你认为你自己的灵魂有多宝贵 对神来说你的灵魂是宝贵的 所以他才拆强了他这个儿子 来提供这个买价 也就是他的死 来买你这个永恒的灵魂 那作为人你要如何的去领受这个祝福 你通过来到基督面前 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要为自己将来显明荣耀而受苦 然后顺从跟随他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的 好 刚才这个一个姐妹的问题是 想要救生命的反而要丧掉生命 那讲到说有许多的基督徒是在 基督主的过程当中殉道的 但是我们也讲到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在主面前都会殉道 那尤其是像在美国这样一个比较舒适的 这个环境当中 面临的逼迫也比较少的时候 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这句话的这个理解 其实可以跟保罗他所做的这个见证 一起来看 保罗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他不再说我活着还是保罗活着 是因为保罗在他之后的这个生命里面 在他没有殉道之前的这段生命里面 他就已经把自己人生的 所有的这个追求意义目的和意图 全部都丢掉了 换成了基督的这个目的意义和意图 所以在这种程度上 你可以说以前的那个保罗 以前的那个想要搞迫害基督徒 玩自己的宗教体系 证明自己是法利塞人中的 法利塞人的那个保罗 他已经死了 他把自己的旧生命 旧的这个想法全部都丢掉了 把自己全部交给了耶稣 在这种层面上 你可以说他是把旧的生命给丧掉了 以至于到最后 他真的把他地上的那个physical的生命 丧掉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觉得那是一件 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因为在他之前的时候 他已经跟耶稣一起受死 而且一同复活过来 我可以 继续 你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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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那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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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可以来略微 哎 听得见吗 啊 我我我我啊 就说有有一些人 我以前听过有一些牧师解读这个 他解读这个时候呢 会进到一些就是 词的那些细微的差别里面去 我倒是认为 不必要不必要 这里呢就是我们不需要这里去 分辨到底是肉体的生命啊 还是属灵的生命啊 不需要那样分辨 就是 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最简单理解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 散掉生命 就就是这样 我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 这个 福音传入中国 从唐朝就开始 唐朝元朝 明清 直到现在 就是说历朝历代呢 呃这个政府啊 从来没有放弃要 控制教会的 因为他总是想的这个东西 要能够为我所用就太好 但是 我们要思考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说 到底是上帝为我所用呢 还是我为上帝所用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 如果说 一个皇帝 或者一个政府 他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教会啊 收纳到他自己的南中 他说我终于得到了 这个成为我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教会成为他的工具的一瞬间 这个教会就失去自己的陈设 这个教会就不再是真正的教会 你知道吗 因为一个被政府掌控的教会 他就不是神的真神的教会 一个真神的教会 他一定不会被政府掌控 因为他的头是是上帝 不是地上的君王 所以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地上的这个人啊 他的他没有意识到 他的潜意识里面的观念是 他的潜意识里面的观念就是说 上帝是假的 所以很多人他的观念里面 这个潜意识的观念 根深蒂固他没有改变 他讲上帝是假的 那么这个 假的上帝呢 衍生出来的一大堆的这个宗教系统 我也当然可以拿过来我用 但是 其实人如果仔细想一想看看 上帝是真的的话 真的上帝大 还是地上的君王大 这个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个类似 类似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就说我们这个生命 到底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生命呢 还是我们的生命需要 依附于那个生命的源头 就是神的生命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生命当做 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要紧紧的抓在手上 那么等到我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一切都跟我的生命 一同全部全部灭亡 全部都归零了 但是呢如果说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生命 是连接于那个生命的源头的话 那么这个生命呢 它不再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是属上帝的 但是呢因为我是属上帝的 这个生命好像是不属我自己了 相反呢它得到了保全 因为它跟生命的源头 是真正的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我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比方 我的这个小女儿 他出去玩的时候呢 他整天手段喜欢抓一个小玩具 然后呢去公园里面玩 他抓个小玩具出去玩 你让他别抓他不行 他不要抓一个 结果他出去爬这个爬那个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小心他的小玩具就丢了 然后呢我所以我每次跟他说 你如果你的东西要不丢的话 你要存在我口袋里面 所以呢他后来他学乖了 他每次如果要把他那个东西保 保存下来不丢掉的话呢 他会把它存到我口袋里面 所以他存到我口袋里面的 最后就可以得以保存下来 所以在这里这个这个生命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用去区分 到底是这种生命还是那种生命 不需要 就是我们的全部的这个生命 我们的灵魂体 我们的灵魂 所以这个呢 如果我们是交在上帝的